好 觀眾朋友 一氣進出攝影棚 這是宗師級的人物 邱文祥教授 教授您現在要說明的是 攝護腺雷射彎除手術 也就是說假設醫生說 你要開刀 那有很多種 如果今天講的是這一種的話 我們來示範一下 到底如何進行 現在大概有七八種 說可以用微創來做攝護腺 不過比較被大家承認的 就是做得比較多人的 就幾千萬人的資料的 就是雷射碗除 碗除的意思是什麼呢 以前我們用電刀 是一瓢一瓢的 我有畫面 把攝護腺挖下來 可是碗除不是 這個是攝護腺 這個是雷射 大家注意到 雷射光的紅光 它的旁邊是沒有溫度的 所以雷射是非常安全 它可以切得很清楚 可是你如果用電刀 大家有沒有看過閃電 對 閃電的前面你無法控制 所以原來是用電刀 現在大家用雷射 因為雷射確實比較安全 所以您手上的這個橘子 代表的就是 攝護腺 這是攝護腺的包膜 包膜 這個就是攝護腺裡面的肉 示範一下 好 放到水裡面去 橘子代表的是攝護腺 有沒有看到 有 非常清楚 有沒有看到氣泡出來 有 包膜跟攝護腺中間的血管 以前是會大出血的 可是因為雷射的溫度很高 所以它可以止血 非常有效的止血 而不影響旁邊處事 它就可以把這個橘子跟橘子皮 慢慢慢慢慢慢把它變成 剝下來 剝下來以後就 你看這邊已經開了 它看到沒有 對 開了 開了以後 這整顆攝護腺就掉到膀胱去 然後再換另外一個器械 好像吃餃子老虎這樣 不不不 把那個掉下去的攝護腺吃掉 我請教營養師 這個有營養素來保護攝護腺嗎 是的 我們在飲食裡面有很多的營養素 是可以保護我們的攝護腺 包括比如說像蜻啊蜥啊 或者一些植化素 那我們常聽到的植化素裡面 包括比如說像β胡蘿蔔素啊 或者是 或者是像我們知道的茄紅素 等等的這些 其實它對於我們攝護腺 是一個保護的作用 所以我們現場就帶了兩個料理過來 好棒 那第一個我們就是 比如說像南瓜 南瓜裡面我們常常聽到 它有β胡蘿蔔素 有玉米黃素 好那等等的這些東西 它在攝護腺上面 它是有一個抗氧化抗癌的效果 那再來的話就是像番茄 番茄有茄紅素 有胡皮素 它是很好抗氧化的物質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這兩道融合在一起 在最新的電視牆 我們看到這位家庭主婦的診監個案 這個家庭主婦呢 它是偶發性的血尿症狀 因為不會痛 所以說不痛的血尿是最可怕的 我記錄它發現它的這個尿液顏色 很像西瓜汁 最後是在腎斬部位長了腫瘤 確診這個叫做蜜尿上皮癌 教授我們製作人準備了這麼多 所以它各個顏色代表各個故事嗎 對 這個就是要小心了 不過我先提醒一下 吃紅蓉果 還有我們吃鴻菇 鴻菇 那個小便也會有一點 也會這個樣子 所以不要緊張 這個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偶發性 如果說你每天每次都是血尿 不像癌症 它偶爾來一下 像小偷啦 偶爾來一下 都不痛的 拜託拜託 那是非常要小心的事 太重要了 所以那個一定要去看醫生 偶發性 所以有時候會有血塊 那這麼多顏色 對 坦白說啦 應該還是以紅色為主 這個是最嚴重的 水喝的少的 尿的顏色就會深一點 水喝的少的 大概就是這個顏色了 對 水喝多就淡了嘛 這個顏色是正常的 這是OK的 就是正常的 所以平常要去分辨尿液的顏色 因為血尿可能的原因 如果合併小便濁痛感 這個是尿道感染 那麼如果是尿道肿瘤 就是攝護腺癌 腎細胞癌 膀胱癌 以及泌尿上皮癌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YouTube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FB點贊